您有易通新留言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 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 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 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 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 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 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能够好好沉淀自己 整理平时因为忙碌 来不及厘清的思绪 而手里看的书 谈的是 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 看见更美好的自己 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 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 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 写的是 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候 我会做些什么 看书 唱歌 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 但故事中的主角 却不是如此 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 因为一场大火 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 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 家里背负许多债务 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 也是从那时开始 也是从那时开始 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 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 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 年级开始 一个人住小套房 一个人走路上学 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 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 曾经的他也有过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 不能和同学一样 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 因为他从打工中 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 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 但自己只要早起 只要肯努力 就可以赚到钱 不用担心饿肚子 生活就能过下去 中学时的他 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 弟弟你要读书啊 只要你认真读书 将来有一天 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 让他知道 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 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 他在孩子的年纪 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 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 却也因此磨练出 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 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 终有一天 乌云会散去 就能看见 雨过天清 您的留言已完成 如有其他辛勤留言 请到多用心FB 或是多用心Podcast 进行留言 下次见